大家好,为什么我要做一个YouTuber? 这个问题太多人问了,我又不想在Q&A的时候妈妈糊糊带过 我想好好利用这一集的时间来回答你们 也顺便跟你们分享一些可能你们不知道的事 这个就要从我大学开始讲起 我是读不到一半就退学了的 因为我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成名一款叫Maple C的电脑游戏 也就是因为Maple C我才会开始我第一个YouTube影片 如果你们有看回我一开始的影片 你们就会看到很多关于Maple C的游戏影片 就是教观众怎样打王啊,怎样加强装备啊 怎样在游戏里面花钱,怎样在游戏里面赚钱 直到最近两年除了做游戏影片 我就慢慢开始对在镜头分享我对游戏的看法 那个时候我做YouTube影片的用意 就是要让更多玩家认识我 这样我在游戏里面做交易会比较方便 不过还真的很有效 之后我在游戏里面交易的流量明显增加很多 比如说这张卡 一张差不多75码币 这一叠差不多有50张 我这里有一堆 这些是还没有包过在线上充值的 我差一点就把这些卡丢掉了 想不到还有机会用掉 直到有一天我认识了Denis 他那个时候也有玩Maple C 够发现大家都是住槟城的 所以很自然的就约出来见面 这张就是我和他第一张合照 也就是因为他我开始尝试不一样的方式来做影片 我那个时候还很疯这款游戏 所以我买了这款游戏的Lego来玩 我手上这个就是游戏里面的飞船 你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炮 我还把阻止飞船的过程一步一步的拍成影片 我会把那个影片的link放在这个影片的后面 如果有兴趣的话 等下可以按过去慢慢看 曾经有一个时候 我还尝试想要拍Maple C的短片 或者微电影 我跟我之前合作的朋友 叫一飞 一起努力编了故事 尝试用不同的方法 把故事带出来 这一种是用电脑animate出来的 而这一种是用stop motion弄出来的 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这些道具 不过到最后都没有成功的把影片带出来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不够经验 缺乏人力 找不到赞助商 所以这件事过我领悟到 如果要做YouTuber 尤其是一开始起步 做的影片最好是简单 低成本 能一直做 就像生活化搞笑影片 或者游戏实况 其实我还蛮希望我可以做游戏实况 因为我一开始的兴趣 一开始的影片 就是玩游戏 可能Dermapacy更新FaceShop的时候 我再怀旧一下实况给大家看 还有一个我选择做YouTuber的原因 是因为我对打广告很有兴趣 尤其是那些间接性的广告 那些不会干扰到影片主要内容的广告 或者那些到后面才知道是广告的广告 就像这一集这样 谢谢你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